精彩的对攻 状态花爆的女影竹 加仗马龙 在首局 就打出了一个得分的小高潮 这一车的马龙 能否抵挡得住 正在举行的WTT 新乡冠军赛 在南达的第二轮 女影竹 遇到了马龙 发长球 直接打相扯 凝拉的质量 一荡出来后 一榜比一榜重 西医比武 女影竹 率先拿下首局 现在的琳拉 基本上都是加码质量 并不是简单的过渡 发水的节奏变化 轻易绑 中易绑 这也是马龙的一个特点 接发球抢攻 这一棒强达直线 难度很高 超乎了马龙的预胖 脚下的步伐 没有跟上 好球 扛住 盘住台 正手抢拉 把球的旋转提上来 克制速度 偷袭一场球 被女影竹扛住了 起榜的质量很高 正手反拉 从开局的6比3领先 在这一阶段 女影竹 领得6分 实现了仿超 现在主要是在这轮次 这场球有点发不开 回到防守短 抢拉追身位 顶住了女影竹的侧手 马龙的反应特别快 二侧启动 偷袭长球 直接得分 把女影竹以11比9 拿下了第二局 扛住长球 正手连续发动 还是要多预防长球 短球的话 对马龙威胁不大 在相车中 不断前递 牵着周围女影竹的正手 大脚 波杀式的调打 这两个得分 都是带有薄杀性质 好球 正手看一板 防守的侧前 正手的往前靠 好球 漂亮 这几分的衔接发动 马龙更加紧凑 调动住了两个大脚 推台后的女影竹 防守强势反攻 加了旋转 达到对方的中间位 避免上一个的回头 限制凌柔的出手 所以导致凌柔的 不出手 10比3 第三局的局点 好扯哦 两条威胁更大的直线 都被女影竹 防了回来 在罚球上 没有控住 难道局点后的马龙 还是有些松懈 11比6 马龙帮回一局 正手的强强对抗 马龙的线路更加灵活 正手的旋转 比以前更强 在今天的比赛 女影竹的正手 实际控制得很好 强势的防守 加上稳定的正手 好球 测试准备的非常充分 这个抢拉 尽量很高 便打射了法力 在自己发球分的 发球轮次的得分率 速度很快了 还是被勾了回来 这样高级量的暴凌 防御的难度很高 而且是一条直线 好球 两个弱点都是在中间位 连续正手 退台后的防守反拉 双方的回球都有所插网 近期的女影竹 确实又进步了 精彩的对攻 接发球已经失位了 你拉质量还这么高 为接下来的主动相持 提供了机会 进攻的线路 异常清晰 发到正手短后 密码抢回到直线 在衔接的过程中 女影竹的融刷率很高 位置不够的球 也能够打出高质量 双大的发球 失到大脚 对方的侧生意图 还是暴露了 坚定的给到中间正手位 打相扯 避开另一局的防守锋芒 他到关键时刻 每一分都扣得很细 突然的批长 再拿回防守大脚 关键分散的马龙 不断调整战术 这个丢分就有点可惜了 这一帮撇中路 尽量已经很高了 最后是女影竹 战胜的马龙 晋级到了2023年 WTT新乡冠军赛 男男的八强 我因为应该和你批长 应该和我 成人的山传 hockey 手工 我们不断行 就有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